欢迎来到唐姆林森教授的一分钟总结 今天我们将讨论工业化 工业化标志炒经济 从主要的农业活动转向制造业和技术创新的时期 这一全球型转变是于18世纪 以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法院低领跑 工业化的核心是技术进步 工汉的扩张和大规模生产方法的发展 这些根本性的变化 是产品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 更便宜 更有效率地制造出来 工业化的主要效果 包括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限注增加 然而 它也带来了环境挑战 比如污染和资源消耗 并通过城市化景观和中速劳动力队伍 根本性地改变了社会 感谢观看 如果有其他你希望我讲解的主题 请在下方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